我的科学实验是什么让植物生长 我的问题是不同的水、阳光和营养怎么影响植物的生长 我的假设是没有阳光和水 我假设植物会死亡 没有肥料 我假设植物会生长但是没那么高 我用的植物有六个植物 肥料、水、凉手、凉杯、浇水管上纸子 我的程序是标记所有六个植物 编号一、二、三、四、五和六 第二,每周两次用普通水加水给二号和五号植物 第三,将四分之一茶匙的肥料粉末放入一滴水中搅拌到粉末完全溶结 每周两次用肥料的水加水给一号和四号的植物 第四,关于植物三号和六号什么都不做 人一点水都不要给 第五,把植物一号、二号和三号放在阳光下 把植物四号、五号和六号放在黑暗的房间里 第六,每七天使用一个曲子来测量所有六个植物的高度 并写下关于植物的观察 然后重复步骤二到五 对于结果和观察 你可以看那个东西 我的结论是水的影响 第一,水的影响 没有水的植物在七天之内死亡 因此植物需要水才能生活 阳光的影响 有阳光的植物比没有阳光的植物高得多 一个没有阳光的植物根本没有生长 有阳光的两个植物的高度一样高 但是有肥料的植物 的速度更快 因此肥料对于植物生长高度的速度很重要 Good job! 甜美的温暖 甜美的女人 芒菌 甜美的温暖